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命的结束很遥远 但只有经历过了才会明白 事事难料 生命无常 明天和意外 没有人知道谁会先来 而你所需要做的便是迎接他 看淡他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越厉害的人越是这样活着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作家周国平曾说 如果上帝给了你一张漂亮的脸蛋 你要留心 这是对你灵魂的一个考验 当代女作家王安逸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 就有一位漂亮女孩 王岐瑶 她从风情浓郁的旧上海老弄堂里 宽宽走出 从四十年代 一直偏越到了九十年代 她对理想的追逐 对爱情的追求 都在王安逸入目三分的刻画中 染上了出身底层的漂亮女孩的悲剧色彩 她恨命运无常 世事凄凉 然而或许 她最该恨的 是自己在命运面前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几十年过去了 王岐瑶市的悲剧依旧不断在上演 有的是在上海的狭小公寓房里 有的是在北京的群租房中 有的是在江南十八县小城的小镇上 与其寻找靠山 不如把自己豁成一座山 上世纪四十年代 老上海的弄堂里 王岐瑶小河出路 倾力甜淡 她因为自知其美 而自带一股不甘于平淡生活的傲气 这使得她在光怪陆离的浮华间不断膨胀着欲望 不断被虚荣 侵蚀着那颗原本玲珑的心 因人忌讳 王岐瑶配同学去饮食片场 结识了摄影师程先生 他给他拍的照片被上海生活杂志刊登了 王岐瑶的方明便不进而走 一夜之间成了上海滩的护上书园 他面上是淡淡的 看似平常心里的那份小虚荣 却是得到了足够的抚慰 在程先生的积极鼓动下 王岐瑶赢得了上海小姐比赛的第三名 那夜流光一彩 投票的花篮里康乃馨成山成海 那是王岐瑶一生中最光彩照人的时刻 他温和甜淡家常式的美吸引了程先生还有李主任 程先生的那份心意 王岐瑶自然是知晓的 然而心高气傲的他急于摆脱自己的底层身份 便毫不犹豫将出身普通的程先生淘汰出局 李主任不仅是军政界呼风欢雨的人物 而且还是周璇宇女人堆里的情场老手 香车宝马 鲜花珠宝 酒楼的雅座 众人恭敬奉承的目光 王岐瑶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 他不由自主地沦陷于这场甜美的漩涡中 心甘情愿地住进了爱丽丝公寓 成了李主任圈养的金丝雀 漂亮的女孩总想通过美貌这条捷径来寻找靠山 但生活总会不动声色地给人买好陷阱 最终这条捷径变成了最大的弯路 在精致华丽的公寓里 王岐瑶化丽为牢 花样的年华在日复一日的寂寞等待中 一点点逝去 不久李主任遭遇空难身亡 给王岐瑶留下了一小箱子金条 失去了靠山之后的王岐瑶 是再也回不到原先的单纯质朴了 她的心也再也无法干于平反 但当她的实力跟不上野心时 一生的悲剧便早已有了注脚 美貌对于出身底层的女孩来说 是最珍贵的礼物 也是定时炸弹 很多机会和诱惑被包裹在金光闪闪的糖衣之下 一旦打开不慎 深埋着的炸弹就会把人炸得尸骨无存 作家百合曾说 美貌是优先入场券 不是永久通行证 一味地把美貌当作敲门砖 去寻找靠山 到最后 靠山山会倒 而最容易得来的东西 往往最容易消散 没有谁是稳定的靠山 最好的安全感 是把自己活成一座山 美必须同时拥有 驾驭美貌的智慧 独立思考的能力 独立的经济实力 拒绝诱惑的勇气 如此 方能在世间屹立不倒 一个人可以不成功 但不能不成长 为了避难 王岐遥来到了 古朴宁静的小镇乌桥 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还是回到了 心心念念的上海 在平安里开了家小诊所 打牌喝茶的朋友中 有一个叫康明迅的年轻人 一来二去 他和王岐遥有了一段感情 虽然彼此也知道 这段感情是没有未来的 康明迅是旧时代里的 数处的公子 他虽有高等学历 但因经济无法独立 因此凡事 得看人眉高眼低 婚姻大事 更是做不了自己的主 况且 王岐遥这样有故事的女人 是绝对不可能 被康明迅的家庭 所接纳的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里 很多人跟随着 时代的脚步 洗心革面了 唯有王岐遥 一直还沉浸在旧上海的 浮华梦里 不肯醒来 跟上一段感情一样 他这次 又是滴到了尘埃里 匆匆忙忙 将身心交付 对于未来 他也没有要求 他心里只想着 总是和他好 好到他娶亲结婚这一日 他就来做伴娘 从此与他 永不见面 三毛说得好 把爱情当作避难所 迟早会被赶出来 王岐遥意外怀孕了 康明迅却一筹莫展 直说没办法 左躲右闪地 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经历过人生的 高低起伏后 他早该看清楚这一切 早该明白 在爱情里 最先要做的 是学会爱自己 对自己负责 但他始终不懂成长 周围的人来来去去 他永远是那一个 做着不切实际 救梦的人 就在王岐遥 最难熬的时候 一直单身的程先生 毫不介怀地 来到他的身边 照顾他 陪他生下女儿 使他在困难时期 平稳地生活了下来 程先生用一颗赤子之心 爱了王岐遥一辈子 但他对他 却只有恩 而没有爱 只要经历过 曾经的浮华 便再难以过 安静平淡地生活了的 我们一生 总会爱一些人 爱对了 皆大欢喜 爱错了 半生蹉跎 最终发现 爱情中最大的收获 不是婚姻 而是自我的 不断调整完善 到最后 我们退去了 青涩与懵懂 从而变得 有智慧 有力量 就像杨岚所说的 一个女人 最大魅力是生长 生活中有很多东西 是难以把握的 唯有成长 可以把握 女人可以不成功 但不能不成长 我们只有 在不断的失败中成长 在经历中不断觉醒 才能重塑 全新的自己 发现自己的多重可能 从而 掌握幸福的真谛 长得漂亮是优势 活得漂亮 是本事 时光轮转 物是人非 程先生在特殊年代里 自杀了 昔日好友 突发癌症去世了 王岐遥的女儿 也随夫出国移民了 属于王岐遥的年代 早已远去 灯红酒绿的喧嚣 却又重新回到了大上海 王岐遥的女儿 有个同学 叫张永红 她被王岐遥独特的美 和对时尚的间接吸引 王岐遥也引之 为忘年交 两人像姐妹一样相处 张永红知道了 王岐遥曾是上海小姐 便拉她参加了 几次 以上海小姐为招牌的派对 场上是热闹的青年人 只有王岐遥 优雅得体地 便做异语 19岁那年的繁华 已经浸染了王岐遥的生命 哪怕她到了将近60岁 心里记着的 还是歌舞生平 每家每户 挂着美女月份牌的老上海 王岐遥这份 带着旧上海风情的落寞 深深吸引了一位 钟情老上海情味的年轻人 老克拉 即便王岐遥 年长她30岁 她也不以为处 她对她穷追猛打 甚至死缠烂摸 王岐遥的时光太寂寞了 况且 老克拉身上浓厚的老上海情趣 使得她内心深处 沉睡的一角 死灰复燃 他们竟然有了奇形之恋 而这段感情注定是没有什么结果的 当老克拉想要离开时 王岐遥巴巴地捧出当年 李主任留给他的金条 苦苦挽留 老克拉最终还是逃离了 他把王岐遥家的钥匙 交给张永洪 让他转交给王岐遥 张永洪让他的男朋友长脚 去交还钥匙 下半夜 长脚用钥匙打开了王岐遥的家门 知道他有黄金 便起了贪心 一来二去 长脚下狠劲 掐死了王岐遥 他用青春换来的金条 也最终要了他的命 在生命的最初 王岐遥拥有着美貌 他本可以凭借这个优势 尽力把牌打好 然而 前前后后经历几段感情之后 他耗尽了青春 赔尽了名声 到头来 如同一场繁华奇梦 空于千古恨 一书曾犀利直言 做女人 就要做得像幅画 别像件衣服 被人家试了又是 直到残了 旧了 五折处理 还有困难 长得漂亮固然是优势 活得漂亮 才是真本事 有人秉持着美貌 却不懂珍惜 等到任性挥霍完了 默然回首 方才后悔不迭 有人天资平庸 却懂得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在经历苦心经营之后 脱颖而出 有作家曾说 你当下的人生 是过去所有选择的后果 是把美貌 看成雪中送炭 还是锦上添花 都取决于 每个人的选择 生命是流动的 请一定要把主动权 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在年轻时攒足能力 让智慧和勇气做阳光 自律和理智做语露 再服以年复一日的 坚持和努力 你的美貌便永远不会枯萎 琼瑶说 美丽的女人 总以为凭美丽 就可以赢得全世界 殊不知美丽是很残忍的东西 因为它一定会消逝 会老去 所以一个聪明女人 要懂得丰富充实自己 这样当女人老去 虽不能花一样明艳 却可以树一样长青 聪明的女人 无论漂亮与否 都不会过于仰仗 先天优势 一朝不慎 把优势变成了人生风险 愿你有定力 种下一块田 用智慧 浇开一片花 在岁月的深处 拥抱永不枯萎的 那一缕芬芳 珍重自己 修炼内在 做命运的剁手 如此 才不至于在狂风急浪中 迷失方向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